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一周大事保衛的時候 今天我們錄播,8月4日錄播 我們看到一則新聞,屈姐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校長有病 我們也看到梁振興先生 也是他的面書上高 表達了一些看法 走得到初一,走不到十五 這個絕對是,相信大家都很同意 怎麼走都走不掉 還有,我們也觀察到 這件事最重要的是 我們看到段崇智 可以招呼葉劉淑儀和朋友 參觀太空大島的研究項目 身體好像很健康 到底是怎樣呢?我們不知道 一會兒跟大家說一下梁振興先生 和屈姐怎麼說 這件事是要跟大家跟進一下的 還有呢,堅了網 即是堅雜誌又派發了 今期的專欄就是說 土耳其救災表現出色 救援隊獲行政長官加許 宗教的問題也是大家關注的 以及國家安全是怎樣呢? 也都介紹了消防隊長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即是消防和救護青年團 有很多年輕人參加 我覺得是應該的 一國兩制之下 愛國愛港的人士應該越來越多 因為必須要撥亂反正 還有,又亂及自由自及輕 我們繼續努力 今天當然先談段崇智 大家都很關注 我覺得我們應該每天做一次 直到他下台為止 倒數也好 好,A君和Sky 兩位好 屈姐的文章叫校長有病 裡面寫到 大家都說香港人是聰明仔 這個形容是有煲有扁 煲可以指是轉數快 腦筋靈活 不物手成龜 這個當然是聰明仔 聰明仔時間我們都知道 以前亞洲電視有過這樣的節目 相信我們的網友都很清楚 扁的當然是指 鼓鼓滑滑、酒精臉、射搏鼻鍋、搏大帽 估不到 出身香港 居美50年的中大校長段崇智 仍然深傳香港仔鼓滑的基因 有威就拿,如是就閃 我和主機英錄了一集節目 星期日晚 大家可以看看 都挺過癮的 我講法人心醒 主機英說的話 這個星期立法會 一直在討論中大改革的事 身為中大校長段崇智 竟然拿出香港人慣用的招數 扮病 來逃避議員的質詢 在前日8月2日的時候 校長段崇智精神逆逆接待行政會議 召集人葉劉淑儀等一眾嘉賓 參觀中大太空大豆研究項目 今天8月4日 就說要按照醫生的建議優格 第三次缺席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關於中大改革的會議 中大發言人指 校長一早安排了接受醫療程序 並且已經提交證明文件 梁正英先生也說到 8月1日前約了8月4日看醫生 8月1日知道立法會開會 當日打電話 將看醫生的月曰時間 就改為8月5日 難道不可以嗎 這個看醫生的託詞 三呎孩童都不會相信 段崇智如果認為立法會就亂來 但可以堂堂正正的拒絕出席 用醫療程序和醫生只躲避 過得初一過不到15 我相信 無論是打工還是學生 都會試過 遇過或領教過這種假裝病的絕招 當你有些事不想做 有些人不想見 有些問題不想面對 很多人都會選擇假裝病 你逃避 普通人有這種心態行為無話可說 但貴為大學校長 動良典範 在大是大非之前 在學校風雨飄搖之際 竟然歸宿辦病 實在太過不知所謂了 校長公然當港大市民和90名立法會議員 傻子 拿將醫生子被擲 以後中大師生 個個不想開會不想上學 都拿將醫生子做免死 立法會不去 校董會不開 請問段校長 人工可不可以不開 不斷有人說 阿爺保斷 阿爺已經統戰了他 龍拳的是他身邊的副校長 和一眾蠶神 他只是一個天真的科學家 天真科學家 回到天真的地方 散播這種言論的人 請告訴香港人 誰是阿爺保他 姓岑名遂 保他理由是什麼 蠶神能夠成功龍拳 難道軍王就沒有責任嗎 可憐他是一個天真的科學家的說話 就請送他回到實驗室 不要繼續在中大禍害下一代 這篇文章 大家給個讚 正啊 記住去看看 屈姐的文章在港人港地 屈榮言在線 都有的 這件事我講得 嘩 哼唱有聲 我的演繹不好 屈姐的演繹會比較好 因為自己寫的文章 就是這樣 是不是真的病了呢 就說他自己知道 不過有一點我都頗認同的 就是他之前那幾天都頗為精神的 接待得到來的議員 好了 事隔三兩天之後 其實他那個 假設他需要接受醫療的照顧 其實是不是真的緊迫到不可以延遲呢 這點我真是很討厭的 其實你說如果說預約了位 你校長你不要告訴我你遷就不了 你開句聲 大把中大教授幫你再延期都可以 我就在奇怪 他是接受什麼醫療的方案 是一天都不能延期的 我真是不明白了 說不定他有 但是老實說 我真是很大疑慮 如果他能夠提供到相關的資料 我才會釋除疑慮 否則其實我是傾向相信 CY以至屈姐的說法 是更貼乎事實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不止一次 一次的話 我還可以說真的這麼巧 但是你不止一次我就不相信了 例如 例如 校董會 缺席了很多次 例如 還有 剛才 SIR 給了一份 何君堯議員 給中大一封信 是說什麼呢 就說 在2021年中大副校長 吳樹培出席 這個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時候 何議員提出 中文大學是否已經完成了黑暴佔領中大的報告 而副校長就在會上表示已經完成 並於2020年11月向校董會提交 但是 當時何議員也向中大要求 拿一份報告作為參考 但是 到了現在 都還未收到這個報告 這個就是令到A君非常之失 老實說 病人人都會 有沒有機會拿病來做藉口 也都A君見不少 我都試過 但是 如果是告訴我 一次半次 可能是真病 但是連續出現 校董會也不去 立法會也不去 而之前 說清病之前那幾天是精神逆逆 而你是預約又改不到期的 我就真是很奇怪 再加上 報告都交不到 喂 我暫時 不覺得一連串的事件 是偶然 因為我們經常說 一次的會是偶然 多次的 就不會是巧合 加回給大家 這個完全同意 怎麼會是巧合 一移再 再移三 就是你被人捉姦在床 一次兩次三次 你還不承認 很難 捉姦在床 不要這樣說 捉姦在床 就是斷得正一正 但是你如果告訴我 放一次飛機 放兩次飛機 放三次飛機 而放飛機之後 是沒有任何follow up 那我真是深信是避 我就是小人之心想人 交給大家 不是小人之心 我覺得這個是正常人的心態 一定會懷疑 你搞什麼 你是不是不想來 就不想來做一下 是不是Sky 再交給你 是啊 我又見到梁振英先生 除了他剛才說話之後 他還說 他認為這個段崇智 是太低能 如果太惡劣 突然對方 今後 還能不能夠 在港大的中大師生面前 怎樣正確用醫生子嗎 他就建議議員 請段崇智提他方便的時間 就上立法會開會 或者段崇智可以因病辭職的 因為回家條理身體 大家都覺得未嘗不可的 他說2023年香港中文大學修禮條例 委員會會議今天召開第三次了 中大段崇智仍然缺席 果游處理任校長陳金梁出席 多個委員批評段崇智避開議會 委員會主席梁美芬 主導段崇智週二一號的時候 還接待了三個成員 重啟修例風波中 段崇智都曾經 請過幾個禮拜病假的 原來修例風波 即是黑暴期間 就是暗示他病假的可信度成二 中大校董會主席 早上已經收到 要請週二 都未收到回覆 查日超就認為段崇智是有責任出席的 並親自書面邀請校長出席 獲回復清恩病未能出席 這個就是梁振英先生再說 即我很認同一句 你這樣做真的太低能和太惡劣了 大家認不認同 你令到大家以後怎麼用醫生紙 是不是好像你這樣我避開的 原來他在黑暴期間 難怪我們警方找到他都找不到 原來他請了幾個禮拜大家的 喂什麼 逃避 原來一直都避視 哎呀 所以你說既然這麼喜歡避 又要這樣 但是又避不到出糧 這樣很難平衡的 所以麻煩你出來 要不就再見了 不要再在這裏搞 不要令到我們香港 你身為一個校長 身為一個校長 真的像CY所說的 不要太低能了 太惡劣了 人神共憤了 交給大家 這個不單止人神共憤 所有香港人都很憤怒 再說正常的香港人 這件事 我覺得何君堯議員做得很好 你說要交 現在2023年 你有沒有交到給立法會 你的報告 有沒有給香港市民知道 你根本就沒有給立法會 你說了就當做了嗎 不是吧 你們是不是需要問責 那封信實牙實恥 有紀錄 在立法會裏面 為什麼沒有人追究呢 這位人士 是不是要辭職呢 我看回這份 我覺得非常奇怪 這麼久之前的事 又不是今時今日 才告訴你 2021年到現在 你搞了什麼呢 你份報告的內容又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好不行 A君 你對商業機構的了解 這些人要怎麼辦 說了這麼久都不做 還有對公眾 商業機構 差別很大 如果是皇親國畜 有人照的話 這些人全部沒事 但正常來說 我又不知怎樣 不如這樣 A君 講講一些個人經驗 年輕人的時候 有些什麼隊 什麼什麼隊 A君都親身地見過一些 很有誠意的隊友 自己扭傷 扭傷腳 然後我們要練的時候 他在旁邊 我們練的時候 他在旁邊 不是做茶水埗 而是自己可能扭傷的部分 就不練 然後就做一下掌上壓 等等那些事情 總之 我們在練的時候 他在旁邊弄傷 都在練自己沒有弄傷的步 顯示自己沒有退破 好像剛才所說 交個報告 那時候交不了 你成年都交不了 還有 今時今日的科技 如果你真的要做手術 全日罷罪的 我催你不像 但是你說正常的 你可能真的說 喂 這樣了 告訴別人 我做手術 我做完手術 我可能狀態不是這麼好 那我在旁邊 例如 Zoom 旁聽 行不行 你如果要出席會議 當日有事 而你是真的有心出席的 我想今時今日 一萬九幾個方法都可以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真的全日全身麻醉 又或者有其他事情 不方便見人 但是 一而再再而三 多次出現 都是類似的狀況 我希望他今次能夠給到一個 令人滿意的答案出來 公開為什麼 是出席不了 否則我不能釋疑 甚至更加直接說 我是懷疑 你說謊欺騙 我是在懷疑你的人格 加回給大家 要懷疑的嗎 這個人格 這個人的人格 值得懷疑嗎 不用懷疑的 A君 我不知道Sky 同不同意 大家知道是什麼人 當然不會是一個好人 好人有限 好人有限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這簡直是 要我們全城去攻擊他 大哥 你做到一個下 麻煩你自己不要這麼欲酸 自己拜拜 否則我見到很多議員已經很生氣了 只想提到 希望用權力及特權法 這把上方保劍 已經有這麼多人提出 喂 是為了什麼 就是逼你現身 既然你經常都裝病 又這樣那樣 這麼多理由 在中大這麼大件事件的期間 你竟然又可以病這麼久 不知道 我不知道 當時很多官員都病了 當然 2019年的時候 大家都很記得 為什麼何議員要說 要你解釋 到底你對於這一場 在你這裏發生的 這麼大情形的事件 你有什麼說法 不是鄭何議員 我們警方都不停追究 你有什麼說法 你也是逃避 可以逃避到可以挑戰 所有司法任何 嘩 我覺得你真的是 你覺得你自己是皇帝老子 嘩 我覺得這個人可恥 可恥到無論 麻煩你 你看到的了 現在你不是不開電視 不聽心機 你歸縮到怎麼樣 我可能你什麼都拔掉了 是不是要在你家裡拍門 我想問一下 喂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需要 是不是需要我們上門拍門 老實說 這樣就要大家 沒有了面子 不如你現在都沒有了面子 不如你再搞肉酸一點的話 你就再搞下去了 不過放心 我不相信 我們香港市民也好 我們香港整個第一會 都是這麼說 我們不是傻的 你不要當我們傻 傻的是你 只是鬥人工 又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狠狠 你以為自己好 還是身邊有人教唆你 我不知道 你這麼多蠶神 像你說的蠶神 蠶神很差 這個皇帝 領導的蠶神 這個皇帝 又是一擔擔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了什麼 不是就是要 好像以前朝代更替 再朝換代 中在你 賤崇子的天下 拜拜 交給蠶神說 好 我跟大家說一下 今次 就是 我們的法案委員會 的委員 也是 議員 管浩明 他認為 可以用這一把 上方武劍 他提到 中大有很多管治的問題 大家知道 這個的確是 管治的問題 真是多不勝數 包括 早前 中大醫院延期還款一事 再加上 今次重組中大校董會爆出這麼大件事 質疑校董去哪 其實還有一件事 我經常提到的就是校徽事件 校徽事件已經說過 這裏不再細和大家說了 他就說 質疑校長去哪 發生這麼大件事 校長都需要來解話 所以可以動用 權力及特權法 傳召 傳召 段崇智出席會議 免是人家給的 假就自己丟 你丟了自己假的 很久之前已經是 其實在2019年那時候 已經丟了自己假的 沒有的 你不是所謂的段校長 是段崇智 不過 其實用特權法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第一步 是需要經過立法會 大會表才行 而立法會 目前處於休會的階段 因此 管鴻明 預計最快要10月 才可以進一步 處理特權法的事 放暑假 雖然很大件事 很多議員都放暑假 但是 我曾經 大家知道 屈小姐 都說 屈小姐 都說 你放暑假這麼長 這次要不要特別會議 就早點搞定他 大家犧牲一下放假的時間 回來搞定他 即是不要等到10月 等著等著 用什麼去連任 然後政府又要賠錢 你無緣無故就不用做 就拿到一些 法定的葡金或者合約金 走出去 這件事我也不想 所以就應該快點做 是不是 如果是用特權法的 那就真的應該 因為他這次 很明顯 是令到很多議員很不滿 以及 免備了你 你放我飛機 我自然要傳召你過來 這件事就這麼簡單 對 這件事 我覺得大家就看看 如何做法 簡單點說 我請你過來 你不來 我唯有押你過來 嗯 很多酒 好了 我這個提議不錯 既然警察方面請你又不來 咦?看來 我們上門 帶他回去 跟他談談問一下 都好 是不是 不是好嗎? 其實挺好 神早敲門 神早敲門 當然要神早敲門 你有沒有事 要不要人參扶你 就去 問一下 你既然 你給了這麼多機會 你不回答 既然是這樣 就跟其他人一樣 請他回去 慢慢解釋一下 究竟你發生什麼事 都好 這個 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見到 是嗎? 好 好 這件事先說 我要說另一位 又是相關的人物 抱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然地把他 通緝那八個人 放在一起 應該是通緝第九人 找不到 好像西亞足 明明在香港 找不到 就是袁公儀 袁公儀 在帝任的太太 和子女協助調查 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的 應該這樣做 袁公儀 又在外面 搞這麼多 現在還不停在做 不知道他家人會怎麼看 A君 你覺得怎樣 袁公儀這件事 袁公儀在外國搞了一個 叫做鄉島議會 他又說很多話 他就說 鄉島的自由 給我的財富自由 和我的家人自由 和安全更加重要 你又可以看到 很多國家都要付出代價 而我現在正在付出代價 這樣說 好了 接著他又說 鄉島原來成為了警察國家 我聽完之後馬上呆一呆 是香港國家嗎 還有 你如果跟我說警察國家 我真的見到有個 很多密探的國家 那裏有C1A 那裏有FB1 是 我講那裏你知道的 不過你袁公儀身處那裏 都很厲害的 那裏有MI5和MI6 全部都是警察國家 袁公儀你不怕嗎 我知道 你雙重標準 記住 鄉島不是國家 所以你第一句已經用錯 第二 滿部警察的 我們未及得上老美 這樣可以周圍涉庭 你先搞清楚先 無路友 好了 接著 又說要訂立些憲法 弄幾十個人進去 這些這麼廢的事 我免得說這麼多 但是又有東西很有趣 他說 他預計中共 將會在兩至三年內 倒台 到時香港議會 就可以代表鄉島人 重奪鄉島 好了 很好笑 好了 接著他還說 他要邀請各國議員 加入鄉島議會的選舉委員會 觀察這個選舉的情況 還有這個 我只是在做一個平台 最終成敗不在於他袁公兒 而是在於鄉島人 但是如果最終失敗的話 主室的不是我 袁公兒的名譽 而是鄉島人的前途 民主和法治的選分 我以前也是這樣做 我將責任交給老英 我們做生意搞定交稅就算 但是這個方法現在不成功了 以後交給共產黨之後 共產黨搞基本法 我們在背後吃花生 但是這個態度很有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靠自己 搞這個議會出來 搞一個適合我們的 我們自己做主人 我覺得有一件事 我們要做的 如果大家看到他 那時候請通知青山議員 哈哈哈哈 他應該進去裡面 坐一坐 或者做檢查 看看有沒有問題 OK Sky 你怎麼看 Sky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 我真的覺得 他非常之賤格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自己在外地 不停在搞這麼多動作 你自己家人 麻煩在香港那些 被你累到怎麼樣 那樣子 是你不停在那裡挑釁 沒有停過做這麼多大動作 令到你那些 原來你這麼多防妻防的 這個人 對這個婚姻 又不是這麼不尊重 這麼多位的太太 那些女性聽到你是真的 我明白的 是很會真的 那些男性聽到我沒有什麼 是最不負責任的 大哥 連家連累 和你發生過有個 有個的女人 都被你累了 最慘的是什麼 你每個女人都幫你生孩子 你那些子孫報名在這 為什麼今時今日 是幫你頂罪 要他們 沒有面見人 你還在那裡說 你還在那裡大放決詞 麻煩你收聲 我沒見過人是這麼賤格 這麼不負責任 我說你 好生氣 原來你騙了這麼多 女人又騙錢 太輕了 唉 真是太厲害了 唉 不要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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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胎四摺 在那些女生面前 就比較生氣 A君覺得沒什麼 就是生氣了 A太太不知道 哪有什麼 拉回來 拉回來 不要笑 不要笑 回來了 回來了 好 就是這樣 他說 夠膽說兩至三年內 中央就會倒 我可以反倒 我可以今天 A和A 互相對賭 如果三至兩年內 中央沒有倒 你先怎樣 我和你對賭 這件事 賭多大都行 原告一 原告一 夠膽出來 不要在那裡 說完廢話 還有 定中 口喊喊 就是他們這樣的人 夠膽倒 中央兩至三年內 收工 往後那些事情 我都不覺得 是有任何 實力 老實說 中央兩三年之後 是不是收工 你既然開了這個盤 第一 大家都覺得 他有少少傻 我當他是有他的邏輯的想法 那就是代表什麼 其實他的邏輯 都告訴別人 喂 你不就是哥登章那些 還有 你就算有你的計算 每一個成熟的人 我是說一個成熟的 有觀點的人 都會說 你是基於什麼原因 這樣說法 以及風險因素 看錯在哪裡 就這樣說 我預算三次兩年後倒台 不好意思 在我眼中 這些叫做亂說 而一個這樣習慣亂說的人 他往後那些事情 我都會classify 為全篇是廢話連篇 坤人落答 亂說廢話 的一件物質 好了 接著他就說 最終失敗 損失的不是他的名譽 對不起 你這樣亂說法 你已經本身沒有名譽 對 而是鄉島人的前途民主和法治 鄉島的法治水平 是高於老美的 麻煩有空看看 Rollbank那些的Ranking 我沒有時間再跟你說那麼多廢話 這些香港的民主 其實在19年或之前 是跟老美同級的 記住 老美到現在都是有缺陷的民主 他不是民主燈塔 ERU說的 他跟鄉島是同級的 不過鄉島給他有前途 為什麼 鄉島是特區政府成立之後 已經跟老美同級 但是老美成立了二百多年 都是跟鄉島同級 所以鄉島在民主發展上 是給老美有前途的 好了 接著他那些 香港議會那些 就說找些西人過來 去參加或者外國的多個國家議員 即是沒有政府支持你 即是換句話 你直接說 你不是找那麼多個議員來參與 你是找那麼多個各國議員來行兇 養你這隻 是不是 因為這個不是國家行為 是那些人自動參加 以及磅水給你養你 你在做銷售 我知道的 不過為什麼你要做銷售這麼多 我知道你背後的水喉掉了 那些水喉掉了 那現在要走出來銷售 我很清楚的 你不要裝模仿 袁弓兒 交給大家 好 其實都是為錢的 我就不會稱呼他是狗 我知道他稱呼是狗都不如 講狗的話 那時候可能會被人說 狗都不如 沒有什麼 這件事是有些技巧的 還有的時候 他說這個實體總部可以似在倫敦 似在倫敦? 噢好 沒問題 就說 原因是倫敦和香港都有歷史連結 又說 香港議會 不能夠等到有錢才運作 做起來 自然水就會到 他說的時候 這麼富裕的香港人 和國際資金都會支持 舉例 以烏克蘭為例 強調烏克蘭不會等到有錢才自衛 而是邊打邊向國際社會求助 哈哈哈哈 喂大哥 大哥 大哥 喂 Sky 怎麼看 我聽到這件事 你不要再說 大哥 我看到烏克蘭現在的慘況 喂 真的要我們去做到這樣 麻煩你省一點 我們怎麼會覺得這樣是好呢 我很鄙視那些人 很希望將香港變為烏克蘭 我很討厭 我沒有聽到這句話 在2019年到現在 我整個都聽到有人這樣說 你很想嗎 你看看現在什麼情況 就算 知識平息了 或者這個爭鬥平息了 最後看到什麼 周圍都爛了 你想焦土政法 我知道的 不過你休想 還有你的計劃不會得逞的 因為我不相信我們祖國會 這幾年就倒下了 可能這幾年我們祖國還沒倒下 你第一個先倒下了 很難說的 年紀大 機器壞又沒有人支持 我覺得他搞這麼多事都是想爭執 找些人出來 我現在代表你們 就給我錢 其實他現在是行黑的 大家明白 千萬不要給他騙 編徒的行為各有不同 這些國際大眾黑 這些大家絕對的理解 這個是我看法 交給大家說 最重要 既然他講到烏克蘭 其實有一件事 古丁丁的問題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現在西方世界要挑起我們中華民族內部的仇恨 沒有仇都要變成有仇 這是一個重點 我在每個節目都講 烏克蘭的問題 和俄羅斯之間 其實大家都是斯拉夫人 和平共處很正常 但是偏偏顏色革命 被老美衝動了 老美最喜歡玩這一套 每次我不厭其煩和大家講 講到這個議題 不要分黃藍 這個是西方的一些計謀 一些陰謀 獅子頭公司 剛剛看到 YES姐 就傳給我們一些資料 有一幅圖 獅子頭公司 裡面有一個組織是什麼 是煽動 有一個說 他顛覆不喜歡的外國政府 是煽動反政府運動 提供技術的支援 輿論的設計 現場的調度 活動的經費等等 這些就是硬格的內容 那斯拉夫人和斯拉夫人互相互打 老美就不傷 派一些軍隊過去 這些軍隊通常都是北約的 北約其他國家一起 美國有多少呢 第一時間走到後方 大後方先 這個就是老美的做法 如果你還要覺得黃藍很好 對不起 我就覺得很有問題 台灣就是這樣 又綠又藍又白 遲下可能有黃 泰國也有黃三軍 紅三軍之類 很多國家都是因為顏色 而被人弄得混亂的 德國也是 紅綠燈 大家知道的 那何必呢 所以我就不要這樣說 你愛國就愛國 不要用一個 某一種顏色來代替 用顏色來代替 你是受了西方獅子頭公司的 一些 鼓滑了 這個是我的看法 A軍交給你 剛才阿sir 正正說了 A軍也是想提 原功以烏克蘭為例 烏克蘭跟剛才阿sir所說 根本跟俄羅賓是同種族出來的 但是為什麼搞到這樣 神經烏克蘭還是蘇聯的一部分 結果搞獨立了出來 獨立最初大家都有幫助 誰知道一次顏色革命 就變成了老美的快女 今時今日還要幫助老美搞不約東卻 是的 還要搞境內說俄羅斯語的人 變成了交稅主義 好了 往後的 接著當然是開片 到最後 他用烏克蘭來做一個例子 真是說得很對 我覺得你很想做澤南斯基第二 不過 澤南斯基的認受性是多少呢 你只要問回所有南方國家 有多少人支持澤南斯基的 你又看得到 當然了 你這個屁股坐在G7那裡 幫助他們做WOW 那你就這樣說 不過我亦都想提醒 袁公儀 你不要爭著拿烏丁丁來做例子 烏丁丁的例子 老美就by default 就給了這個彎彎的了 那你搶著鄉島來做 政治不正確的 下次聰明一點了 袁公儀 不過袁公儀也說了 同時間出席記者招待會 那個雞傑 兩位 是啊 沒錯 這個雞傑 他就說他都很有理念 接著就被人問 我們有沒有民主的正當性 我們憑什麼代表鄉島人 接著就說 我相信民主投票的方式 在G9年是鄉島人 也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 最核心部分 我認為鄉島議會 至少能夠代表鄉島人 在施政方面作出回應 以及在聯合國那裡 作出這個國際平台上發聲 這次這個合資格選民 就16歲以上 有香港身份的人都可以投票 要擴大了 年輕人的政治參與程度 至於鄉島人身份的資格 就是符合 身於鄉島 為鄉島永久居民 通常連續居住7年以上 或者拿有香港永久居民 第一代子女的其中一項 這樣 救命啊 我想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位雞傑是叫什麼 你怕不夠票 那就說要去到16歲 還有你要網上投票 可以築數 所以就隨便找兩個 或者一群議員過來說 哎呀我參與了 但是他們不會負責看 那個點票流程 以點票的機器 以點票機制等等 目的築大條數 然後就說哎呀很有支持 這個鄉島議會 令A君想起了一個人 誰啊 大耀廷 不是 是委內瑞拉的瓜爾多 哦 瓜爾多是誰 大家不記得了 是啊 連老美 波羅西那些都不記得了 他就是老美捧出來 和民選出來的總統 就是委內瑞拉的總統 馬道諾 去叫板那個 這個老美捧出來的嘛 到最後 老美呢 發現了 要倒閉這個委內瑞拉 結果呢 這個瓜爾多呢 就倒閉了 我說政治上倒閉了 不是個人倒閉了 老婆又走路 貪回來的黑金又沒有了 現在呢 就流流海外 不知道做什麼 那麼 鄉島那些 看清楚啊 你們都是類似 而到最後 看清楚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 鄭文杰 那就很喜歡叫雞飯吃 各位 很喜歡叫雞飯吃 都不記得的 沒錯 我以為他不知道去了哪裏 不過有個提議 既然你想搞成 最好回來香港教 回來 這樣就有認受性很多 回來啦 袁弓夷 很有認受性的 放心 多人投票很多 這樣不夠勢力 回來 我們在機場等你 歡迎你回來 還有禮物給你 很多禮物 很多東西送 包括帶在頭道那些 放在手道那些 還有咖啡飲 招呼都應該不錯 分分鐘有飯盒吃的 很漂亮的飯盒 我想兩三送飯也有 或者是燒蠟飯 好 接著我們要說一宗 一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做什麼呢 A君 好像在這裏 在一個論壇上的提問 這件事都頗特別 對啦 那個年輕人是什麼 何許仁也不如就給佳姐說說 他說什麼 我就不知道他的性實名碎 不過我看到一個討論 民主議題的情況下 他就好像說我是香港的學生 那他就向這個 哥倫比亞大學 那次做發展中心的主任發問 他說最高的政治議程 是減少不公平 而且不是一直爭吵什麼叫民主 不民主 但是確實有專制的政權 他們真的會去解決這些 不平等的問題嗎 他就說 他就說新疆的建築鐵路 在香港殺害學生和解散制度 在文化大革命中 沒有辦法去大規模殺戮的歷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規模殺戮的歷史 而我是一個冒絕險的唯一言論自由的風險 說這番話的 因為我住在香港 但是西方和他們合作 將這個緩解不公不平等的 作為首要的來解決 是不去譴責他們 這一方面呢 是不是虛偽 還是道德上的畫面 我就說了這個學生 竟然就在這個地方 講出這一篇大方 就是他自己講述的問題 A軍 教授怎麼回答他呢 在這個論壇裡 他問那個 剛才所說的哥倫比的大學 Jeffery Sark Jeffery Sark A軍再給多一點背景的資訊 Jeffery Sark 在80年代的時候 曾經用過歐克療法 幫助美國記憶中的玻璃圍法 渡過了經濟危機 跟經濟危機 對他信心滿滿 就認為他那套 當時他相信那套 經濟理念 或者經濟運作方式 就是一個萬事萬利的萬能藥 A軍也知道當時的學界都是這樣想的 結果他搞這個休克療法 去到蘇聯那裡 就搞了一批東西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令到他就開始反思 就有很多 學術上的 assumption 而跟著出來的東西 他的言論 或者他的看法 就更加貼地 更加 realistic 和這些小朋友 讀完兩日書 什麼經驗都沒有 是很大分別的 我是說這些 以為一人一票 就是教條式的尊重 無敵的一種做法的人 是很大分別的 和這位小朋友 令到A軍想起另外一個人 而不是這個Jeffery 而是另外一位 福山 就是寫 《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 那本書是八九年六四之後 沒多久就出的 他當時也是一個學者 也是一個很耀眼的身星 他當時三十多歲左右 認為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 就是歷史的終結 以後人類就會按著一人一票的模式 去誕生政府 和美好地運作下去 但是今時今日 他幾乎完全推翻了 之前那些納衣的想法 他今時今日是認為 有效運作的政府 才是好政府 而一人一票等等等等 絕對不是一個 達到一個很善致的政府 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這些拿著一些 被腦哄完 小時候就已經選行長 再選頒獎 再選頒獎 再選學生會會長 以為一人一票 大了的那些小朋友 其實就應該好好地 虛心地去問 Jeffery Sark的看法 就什麼都不懂 就學人插輪著 好了 Jeffery Sark 就怎樣去說呢 其實Jeffery Sark 也懶得跟他說這麼多 因為實在太過無關了 Jeffery Sark 就開始說 就是這個 世界運作 基於兩種主要的憲章 一個是聯合國憲章 一個就是 世界人權宣言 那就說 這個是多邊的憲章 記住是多邊憲章 也說回歷史 那些小孩子不懂的了 所以 Jeffery Sark 都用回寶貴的時間 去講歷史的事情 就是玩二次大戰之後 所撤上的多邊憲章 而在90年 這個和平基礎之下 哥爾巴喬夫就結束了華沙公約 那北約也應該一起結束 甚至乎當時的歐洲人 就拍心口說 只要德國統一員華沙結束了之後 北約就結束 結果是沒有結束 甚至乎 在過去的多年以來 北約 以至老美為首 就承諾了很多宗 就是 轟炸其他人的 包括了塞爾維亞 等等等等的地方 是的 甚至乎他再說近一點 就是說這個很戰爭 他們說熟悉歷史的小朋友 我知道你不懂的了 這句我說的 那就說了 黑海就是俄羅比 一個很重要的安全的地帶 是的 現在他再說 就是北約東礦 就是要動到那裡 所以就會搞很多事情發生 到最後他就說 審慎是一種美德 就是換句話 大家很清楚 就是說 北約的胡亂東礦 不是一種應該有的美德 當然 有些我詮釋 不過大家可以看回 Jeffrey's Up的影片 至於說了這麼多 Jeffrey的事情 A君 都講講自己一些 要針對這位 無知的小朋友的說法 第一 他無端端說 新疆修路 修他的鐵路 修他的鐵路 修他的鐵路是好事 你試試沒有鐵路是怎樣 你試試沒有飛機是怎樣 你試試沒有交通是怎樣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小朋友說什麼 接著他就說 香島殺害學生 香島什麼時候有殺害過學生啊 我只見到19年1111 你們那幫暴徒火燒你伯伯 1113 殘害了在旁邊的羅伯伯 你們的滿手鮮血 我看得很清楚 香島沒有做過的事情 你們全部做了 好了 接著說解散制度 香島沒有解散過什麼學生會等等 是他不能夠提供得到相關的財務報告 自動解散 而其實除了學生會之外 有很多都是自動解散 好了 接著說文化大革命 還抹去大規模殺戮的歷史 小朋友啊 麻煩你 在亞馬遜也好 甚至乎在網上下載也好 找回一本中國所出的共產黨歷史 是中國共產黨出的 有關的共產黨歷史 你會很清楚去說回 當時文革的時候做錯了什麼的 他們沒有抹去過 而是你沒有看過就說別人抹去了 麻煩讀多兩年書才學人講話 還有你說你是香港人 你的匪名是影衰香港的 你知道嗎 那些主持人不停想打斷教授的言論 其實在這個論壇裡面 其實他講了很多話 這些主持人我覺得他是有立場 他不停是打斷 每講到一個技巧 他就很怕他講出真相 所以大家看清楚 這些在國際論壇上面 哪一個才是講真話 講真話的人有人講的 這位教授 說他是親中派 我不覺得他是什麼 只不過我覺得 他真的了解清事實 每一樣東西都說 其實你沒有去過中國 你說那麼多話做什麼 全部都是在幻想角度 麻煩你不要再這樣說 其次就是我真的希望學校教醒一下學生 你代表香港出去的 麻煩你問一些正常的事情 這些事情並非民主的議題 是山安伯造、捏造 毀壞我們香港和祖國的名譽 這是我譯為我譴責你 交給大卫常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請訂閱港理台 和大卫常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